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nd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来讲解了一下这个选项卡切换了不同的Fragment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我们主要来讲解在我们首页面当中 关于我们当前的一个地理位置信息的一个定位 好,我们来看一下项目截图 那么在我们这个页面当中,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首页显示出来的一些数据 在我们首页当中呢,左上角有一块显示当前的一个定位,一个城市 你比如我们现在定位的城市就是北京市 那我们怎么去拿到这个城市的定位呢 这是我们本节课当中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那么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我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一个布局文件 这块布局文件呢,它整体呈现的是一个relatively out 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个testview 它的左边呢,我们肯定给了一个image 对吧,然后同样的中间首页呢,是一个testview 以及右面这个二维码扫描的地方呢,也是一个imageview 那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想要呈现这样的效果 咱们来看一下它都加了哪些属性 首先,根据我们的relatively out 呈现中间呢,咱们有一个centralimparent 定义了这个testview,首页我们就位于居中显示 调整了我们的字号以及字体显示的颜色 在我们前面呢,有一个testview 那么它肯定存在一个drawable left 属性,定义的正好就是我们的两张图片 同样,我把这些资源信息呢 已经给大家放到了咱们素材当中 本节课呢,我们用到了一个二维码扫描 以及一个地图定位的一个png图片 OK,那么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城市首页已经写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实现在我们这一块位置 显示当前定位的一个城市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讲解一下 使用gps定位咱们当前的一个城市 不多说,咱们先开始我们的一个代码讲解 大家来想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首页面 所以在我们的fragment当中 我们要找到fragment跟home 在我们当前的fragment当中 我们来实现定位操作 那既然我们关联的是homeindex 将它转化成一个view 还要操作我们选择城市这个testview 所以我们要拿到它的一个id 它叫做index.top city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对这个空架进行一个 注解形式的初始化 你比如我们先去声明 project,咱们给它来一个testview OK,我们的名字呢 就给它先起名为top city 那么对我们这个空架进行初始化 我们使用viewinjet 调用我们的一个r.id点 传入我们的一个index.top city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城市化显示的空架初始化 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 streen类型的 比如我们就叫做city name 来乘发我们当前显示的一个 城市名称 那么有了这几个空架之后呢 我们要实现定位 并且还要实现GPS定位 我们需要一个类 这个类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叫做location manager 好,我们要拿到这个定位的管理器类 咱们使用到的就是location manager 我们接下来要想一下 我们想使用注解 对我们这个空架进行绑定的初始化 需要我们使用utils viewutils 调用它的一个injet方法 我们在activity当中还可以理解 可以直接传入this 而在fragment当中 我们需要调用handler对象 这时候我们传入第一handler对象 就是我们this fragment 第二handler呢 就是我们绑定的这个view对象 OK,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一个空架进行初始化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想一下 进行初始化之后 当我们uncreateview被执行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这个页面第一次被创建使用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在之前的程式当中 有一些定位显示的话 这里面肯定要去做一些 原来的数据获取 显示到我们的top city这个空架上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相当于 获取数据并且显示 有没有咱们再去说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逻辑理清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想一下 除了使用我们的location manager 我们实现定位 还需要implement 实现一个接口对象 这个接口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location listener 我们把这些抽象方法拿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on location change的 位置信息更改执行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如果被调用 相当于我们的位置信息 已经发生了更改 对吧 那同样我们这里面有一个on provider disable 和on provider enable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的一种定位模式 当它可用和不可用的时候 会执行的两个方法 还有一个是on status change的 我们这个叫做定位的状态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也会执行的方法 那么剩下这三种方法呢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它的一个运行流程的话 可以在这里面加一些打印语句 这样的话我们在后台的locate当中 去看一下它们的一些实现原理 在哪一块 在哪个时间点呢 它会被调用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主要去处理 这个on location change的 因为我们位置发生变化之后 我们是不是才要进行更新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来调用一个方法 这个调用的方法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更新当前的位置信息 那么我们封装一个方法吧 比如我们就叫做update with new location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location给它传入 在这里面我们去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在上面去写一下 我们就叫做provide void 咱们就叫做update with new location 在这个参数当中 我们需要传入location对象 那么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更新的这个进度值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拿到了一个新的location地址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获取它的一个经纬度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就获取 对应位置的经纬度 并且定位程式 那我们的经纬度呢 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一个location当中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判断一下 如果当咱们的一个location 你比如当它部位空 说明我们传过来的是有信息的 那么我们在外部呢 就给它定义两个变量 分别代表我们的一个精度和纬度 我们定义一个W型的LAT等于0.0 LNG呢也等于0.0 OK那么在我们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先给它获取当前的一个经纬度 传过来的位置信息 location调用它的一个getLatitude 并且呢我们给这个LNG也进行一下复制 我们从咱们location传过来的对象当中 调用它的一个getLatitude 拿到我们的一个经纬度信息 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的经纬度纬度 当然可以使用一个log进行一下打印 message呢我们比如叫上精度式 跟上我们的一个LAT 加上纬度 跟上我们的LNG 好我们如果有信息的同学呢 可以在后台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打印语句 进行了这些处理之后 如果我们当它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复制 你比如我们就直接给我们的cityname 传入 比如没有拿到一个位置信息 说明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定位 所以我们这里面给它打印一句话 叫做无法获取程式信息 拿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通过经纬度 来获取地址 我们的地址呢 有可能会有多个 由于地址会有多个 你比如我们获取的精纬度 精确度不是特别精准的话 我们这里面就有可能返回很多位置对象 所以我们来拿到这个位置对象呢 有可能就有很多个location对象 拿到很多个location对象 所以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你比如这个和我们的精纬度有关 不精准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了多个精确度吧 本实例当中呢 定义了最大的返回数 咱们比如我们给它定义为2 我们后续有可能会用一个集合 在集合对象中有两个值 当然了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值 因为我们拿到的这个location对象里面的精纬度呢 有可能会有多个值 这时候呢我们先去定义一下 咱们这个类似的集合 里面存放我们的一个address对象 location里面的address 咱们先去声明这个对象 首先我们给它定义为空 并且呢这时候我们通过一个叫做geocoder 本类呢就可以将我们的一个精度和纬度 转化成一个地址信息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地址信息 去转化我们的一个精纬度 好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下处置化 new一个geocoder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存放我们的getactivity 拿到它的一个上下位对象 有了这个ge对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ge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getfromlocation 那么这里面就可以传上我们的一个精度和纬度 以及它最大的返回值 你比如我们的lentitude传进去和lentitude传进去 返回的最大值呢 我们给它定义为2 那么它的一种返回值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list的集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对它进行surround check catch 并且把这个对象的返回值 复制给我们的一个list的集合 那么拿到了这个list的集合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判断 if如果我们的list当它不为空 并且呢我们让list的集合的长度 如果大于0的时候 表示我们这个list的集合里面已经有数据了 我们就可以使用for循环来循环当前的一个数据 我们这里面呢就使用list.size 那么for循环当中呢 我们每次呢我们都给它复制为我们的ad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address对象 比如list.get 根据我们的所有位置获取address对象 那我们的cityname呢定义的cityname 我们就可以使用ad 这里面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getlocality 就可以直接获取我们的一个城市信息 获取城市 有了这个cityname我们需要更新 并且这里面获取呢是一个耗时的操作 它其实相当于开启了一条线程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handler来发送一条信息 那么需要我们handler发送信息之前呢 我们就要定义一个handler对象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呢来定义一个handler对象 我们给它声明出来一个handler perwrite handler对象 我们就等于new一个handler 里面传上我们的一个callback事件 比如new一个handler.callback 好 我们这个里面呢就相当于接收传入的消息 接收并且处理消息 那么什么时间进行发送呢 我们每次拿到了一个城市信息之后呢 就给它发送一下当前的一个位置信息 比如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就给它发送一条空消息 使用我们handler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send input message 比如我们给它watt值为1 那么发送完消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handler对象来接收消息 并且我们根据watt值进行一下判断匹配 msg的watt 如果等于1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一下处理 那么我们的处理内容呢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top city这个空架 也就是我们的testview空架 复值 set a test 传入我们的一个city name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city name已经有值了 对吧 我们把这个触发的监听 以及监听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已经写完了之后 我们什么时间来触发监听呢 首先咱们来想一个问题 有可能很多用户的gps模块并没有打开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需要帮助用户来打开这个gps模块 首先我们重写一下这个fragment的 一个onstart方法 在这个onstart的方法当中呢 我们就需要检查当前的gps模块 好 我们如果用户的gps没有进行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打开一下 你比如我们的gps isopen 咱们定义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fragment home之后呢 它就会检查我们的用户 是否打开了gps模块 那么我们就在下部呢 来给大家写一下这个checked gps is open 那检查 是否打开gps 那么provide 跟上void 咱们checked gps is open ok 在这里面 我们先去获取当前的location manager对象 我们刚刚声明的这个manager 他来管理我们的一个位置定位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需要定义我们的一个location manager对象 我们对这个location manager对象进行一下处处化 调用咱们geta activity 拿到当前的上下文信息之后 调用它的geta system or service 我们使用系统服务的一种形式来进行调用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给上contest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叫做location service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判断是否打开我们的gps模块 我们定义一个bollain类型的isopen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使用location manager对象 调用我们的isproviderenable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传入一个定位的模式 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gps定位呢 就使用我们的location manager对象 跟上gpsprovider 这就是我们gps模块 好 我们拿到这个isopen之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isopen 比如它为false的时候 表示我们没有打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进入gps的设置页面 那么怎么去进入gps的设置页面呢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intent对象 那么我们先给这个intent进行一下初始化 拿到我们的一个intent 并且setaction 对应拿到我们的一个action对象 我们拿一个settings 调用它的一个action -location source setting 并且呢我们需要指定当前标记呢 为一个新的任务 我们使用intent.flag -activity -new task 好 我们指定一个新的任务之后呢 我们就使用start activity for result 传入我们的intent 并且我们给这个request code为0 在我们没有拿到返回值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开始定位 那么如果我们让用户打开这个gps模块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定位 所以呢我们继续封装一个方法 咱们叫做start location 而我们start location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去做呢 来我们先定一下 也就是我们使用gps定位的方法 我们声明一个provider void 我们就叫做start location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去调用我们的一个location manager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request location update 我们使用这一个构造函数的 前面指定我们的一个操纵模式 你比如我们当前的一个定位模式 使用一个provider 我们就给它指明我们location manager的gps provider 第一个指明的定位模式 第二个参数2呢 我们表示位置更改的一个最短时间 我们给它2000表示2秒钟 第三个参数呢 叫做我们位置更改 触发咱们定位的一个最短距离 比如我们给它来个10 它的单位是米 最后一个listen的对象呢 就是我们的监听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this 因为我们在这个本类的最上方 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一个location listener 那么拿到了我们这种监听之后呢 我们就相当于开启了我们的一个gps定位 但是开启定位 我们还需要进行解除定位 对吧 那么解除定位呢 我们先在这个例子当中 重写我们页面的undestroy方法 在我们undestroy方法当中 一般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一般我们页面退出 肯定要去保存一些当前的一个定位层次 在下次进入的时候来进行获取 所以我们先去保存当前的城市 而我们这个城市呢 肯定会使用我们之前使用的share的preferences 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进行编写 并且呢我们在这里面要去结束一个定位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末尾呢 来说一下停止定位 咱们定义一个方法 OK在这里面呢 我们声明一个prolete私有的 void 咱们就叫做stop location 而停止定位 咱们只需要使用到我们location manager 调用它的一个remote 使用我们的remote updates 传入我们的一个listen的对象 我们传入一个this对象即可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调用我们的stop location 好 停止定位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定位信息已经写完了 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来保存我们当前的一个程式信息 并且在我们每次页面进行的时候呢 都需要显示我们当前的程式信息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utio对象呢 进行操作 OK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对我们的share的utios 封装了两个方法 分别是写入一个自不上的操作 和获取一个自不上的操作 这里面就将我们的一个cityname 当成一个参数 传入到我们用户偏好的这个文件当中 进行保存信息 那么接下来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调用我们的getcityname 所以当我们的页面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testview 也就是我们的top city 调用它的set test函数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share的utios对象 调用我们的一个getcityname 传入到我们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getactivity当中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个程式 并且显示在我们的一个列表当中 好 我们在什么时候来把我们的数据给它传入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undestroy方法当中 我们来调用一下 share的utios 使用我们的put cityname 传入我们的contest对象 也就是getactivity 以及cityname我们传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定位程式的一个保存 到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参数 给大家定义 也就是如果你想使用程式定位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权限 在这个位置我就给上咱们的一个权限 用thispermission 而这个权限的名字呢 咱们又叫做 androidpermission 最后我改一下叫做access fanlocation 好 我们运行一下 ok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截图 ok 我们已经定义了一个当前的一个城市 为北京市 那么上面的一个标题呢 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去掉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加网代码的 androidmanifest当中 去定义一下我们的一个主题 比如我们让整个应用程序的SIM主题呢 都给它改一下 咱们叫做 atandroid 调用我们的一个 style 样式 并且我们指定我们的一个SIM主题 咱们叫做 simulatlon title bar 好 这样一运行的话 我们的一个标签就已经被去掉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当中呢 已经给我们显示出来一定的效果 我们来定义一下 ok refresh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已经定义成北京市 并且上面的一个 title的标题呢 已经去掉了 ok 那这是我们本节课给大家讲的一个GPS定位 在我们讲解完之后呢 需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到后续当中呢 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基于我们高德地图的一种定位方式 使用我们的GPS定位呢 第一 它的准确性比较差 因为如果我们在室内的话 它的定位不是特别准确 另外一点就是GPS定位 它的耗时较长 而我们使用高德地图定位呢 就可以很简单的避免这些情况 ok 本节课呢 咱们就讲到这边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